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的莫纳意念圣错用了 没有善用它会怎么样呢 所以从这边大家就看得到了 我们这个莫纳我们这个意念 用在错的地方用在坏的地方 我们做起来的坏事肯定比猫狗还要可怕 比老虎还要可怕 老虎可能只是要温饱而已 可是人做坏事起来的话呢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说 人的罪业同样是人去杀人跟老虎伤人 老虎不会多地狱 人会多地狱的 为什么人会多地狱 因为它可能是带着不好的动机 在它的意念里面 它是带着不好的动机去破坏那个人 然后呢伤害他的生命的 老虎他虽然杀了这个人 他目的只是很简单 他不是要去陷害你 不是要去折磨你 他只是想要吃饱而已 人如果去杀人的时候 他就不简单 所以才会讲说 人如果是恶意的去杀人的话 他多地狱 老虎去杀一个人 他最多还是在他出生道而已 他不会去多地狱 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莫娜用在坏的地方真的很可怕 所以人是处在能够帮你 可能升天或者是出三界成佛的 也可能会拉你到三二道里面的 就是因为这个意念生 什么是杂然 杂然的烦恼 对对 他指的就是烦恼 去看看到底自己有什么烦恼 贪嗔痴慢疑不正见 去慢慢地去讨练 发现我有这个贪的烦恼 我有这个妒忌的烦恼 我有这个猜疑的烦恼 去把这些洗掉他 对不对 然后扩充 净善的 净善是指什么 要扩充什么 十三叶 所以会想到什么呢 佛教里面你马上会想到的是什么样的善业呢 十三叶 十三叶 六都万行 对不对 布施慈戒 人路清净 禅定般若 或者是三学 所以去看看 十三里面哪个我可以扩充的 三学界定会 一个方面我要扩充的 所以善用他的话 如果不是学佛的人 就是做人类有益的事情 开发更多好的制度 改善人的生活 用在学佛人的身上呢 刚才已经讲了 去认识 透过自己的意念生 一年过去 然后发生现在 然后呢 在未来 有一个考量跟期待 看看自己能不能把烦恼越来越减少 然后好的部分 自己没有的 十三法里面 哪一个自己没有的 还做得不够好的 可以去扩充它 可能自己在这个善语方面 说善言善语方面还不够 慈心方面还不够 发现了 可以去扩充它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加工用行 变得加行训修 也是靠什么呢 靠摩纳 就能够慢慢的引出清净智慧来 所以人为什么跟一切众生不一样 不共一切众生 他的不共的特色在哪里 因为有这个意念生 不是因为人有脑 不是因为人有这个嘴巴 不是因为人有手 不是 是因为我们这个意念生 你用在好的地方 我们可以成就佛道 我们不共一切众生的特色 就在这边 所以从这边 你今天也看到了 我们有生德会 大家都有的 每一个众生都有的 然后今天你又认识到一个加行会 如果你真正用在对的地方 有生德会在配合加行会 用这个加行会 有一句很好的话 就是讨练杂兰的 然后扩充善进的 你用这样子的一个 把加行会的薰修 用在这个部分的话 能够引申出最后的真实慧 清净的智慧 真实慧 这个就是我们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能够用这个加行会 是因为意念生 好 所以从这边 我们已经更加认识这个意念生了 但是我们能够用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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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一样的地方